李克阿伯,陳部長,來 委員好 新任期的第一次質詢 做人要有江湖道義 做官當然更是 防疫國家對科技部到底in or out 今天好幾位委員都連番向您提出質詢 那我希望做一個中整的 比較有系統性的 更全觀的來好好跟您探究這個問題 你到底是in or out 當然我知道你會說 你們一定是硬的 可是我認為還不夠 請聽我的論述 好嗎?下頁 好,全球防疫作戰 台灣掌控得當 而且繼續嚴正以待 下頁 美國說台灣的防疫 足以成為世界典範 德國也稱讚 連斯洛伐克 哇,都稱讚 然後要力挺我們加入WHO的國家 越來越多 然後呢你也看到了 日本媒體 我們的議長的一顆卡層 也上了日本的節目 然後唐鳳 台灣IQ180的天才大臣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有點私心啦 我是教科文的委員 我好希望他稱讚的是台灣有一個AI的科技部長 然後很棒 可是好可惜 但是這都是台灣之光 我台灣我驕傲 但我期待你可以做更多 下一頁 好,順時鐘就對了 現在內閣最夯的 我們的防疫指揮官 表現真的可圈可點 順時鐘就對了 可是我覺得 我們要順良機 因為可以讓我們的防疫 掌握良機 所以順時鐘就對了 聽取防疫指揮官的指揮 但是我希望科技部門可以作為整個防疫的最佳的支援 後援supporter 你不只要是insider 你更應當是supporter 所以順良機是良機啊 可是我們到底是掌握了科學防疫的良機 還是錯失了良機呢 部長 下一頁 預算是零 您剛剛多次的說明 院長期待是一年內可以執行完畢的 所以科技研發可能是長遠的 所以你也沒有去跟人家真實這樣子的一個紓困振興預算的大筆 我或許可以接受 可是SARS SARS500億的特別預算 之前的國科會 拿了20億 因為有國科會去爭取的20億 我們能夠獲得台灣17年來因為SARS而留下來的珍貴資產 在學研方面 當初20億的SARS特別預算投注給科技部的前身國科會20億用在我們的基礎醫學研究 抗病毒藥物的疫苗產學合作 維基處理還有科學計算 隔往原式之建制 原形之建制 這些都重要 這些也不會是一年內就完成 這些的Legacy都到今天 台灣人民還受惠 不是嗎 所以我還是要說我認為我期待的科技部是在這一次的防疫裡頭是更有角色的 是insider and supporter 可是OK預算是零 我或許可以接受啦 我真的覺得沒有關係 我沒有公務預算現有的預算來支應也可以 但是下一件事 來下一頁 防疫會議 尋找阿基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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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防疫指揮中心沒有邀請你 你就被動的很乖的很消極的 這不是我認識的陳良基耶 做官也有江湖道義嘛 你在這件事情上太過保守了 為什麼科技部是outsider 如果你在裡頭你可以做更多更多支援性 甚至是更建設性的角色 包括所有科技的運用 包括串連現在所有的學研成果 包括我們可以啟動所有的AI 大數據去結合整合世界各國 如何在病人分流 如何在這個我們所有的醫院防疫系統 危機處理上做出即時的 right now的貢獻 可是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部長是outsider 非常可惜 下一頁 可是雖然是outsider 我也知道你們努力做了一些事 五個群組嘛對不對 抗原產制 抗體產制 藥物篩解 動物模型 法律及社會經濟影響 這是現在的五個群組 未來未來你們還要成立一個快篩平台的群組 以及我剛剛說的 用大數據用AI去蒐集世界防疫的做法跟情資 供應台灣社會所需 可是這應當是right now即時的事情 你們是下一個步驟要做 所以我說不夠多 做的真的不夠多 下一頁 好 超前部署 Holy God Zai現在掌控得已 Holy God Zai順時鐘就對了 可是沒有順良機 我們真的就錯失了良機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能夠超前部署 目前的科技防疫還能夠work 因為申科斯有過去SARS留下來的珍貴的legacy 那20億 讓我們用在台灣新興感染病症的議題研究 就是現在你一直在說的 我們請賴明教院長 我們請張善全副副校長 都是那個珍貴的SARS特別預算的20億 留下來的長遠的完整的研究計畫 不是嗎 所以申科斯有 工程師也努力在現有的業務範圍 創新醫療器材計畫來做 前瞻師也有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我們來讓新創來投入這一次的防疫作戰 還有原本你們現在 2月3號才開始召集AI的專家諮詢會議 2月3號才開始 我覺得這都不夠積極 我都認為你這些都應當是你在那個會議上 你爭取去加入我們的內閣防疫會議 你能夠把現有的東西做出盤點 把現有的機制能夠提供更新的科技貢獻 我真的覺得我們錯失了良機 這一次我不想聽良機的 請聽私謠的好嗎 下一頁 因為有SARS20億的珍貴的特別預算 我們能夠台灣新興感染症議題研究這麼多 這幾年8億多啊 可是我看了我調了117個我們的相關的計畫研究 我告訴部長我看到問題 即便是SARS留下來的珍貴Legacy 我看到這樣的研究計畫 留於一般性的研究 怎麼說呢 117個我們這種battle up 大家去學界醫界來爭取的計畫 多數都在研究病毒本身 各類的病毒傳染病人的生理角色 各種病毒本身的機制 各種病毒本身的機轉 就是這些 可是這些計畫裡頭欠缺一個整合性的 延伸性的新興技術的廣泛運用 這些計畫量能沒有足以讓此時此刻的現在 整個架構起一個完整的科技防疫的系統 所以這樣子的計畫我覺得要檢討 我認為未來我們需要有一個top down 政府的主導的啟動的全面性的國家隊的完善的永續的 防疫體系的研究 讓我們未來因為這種病毒隨時都會再冒出來 你同意我的觀點吧 117個你去看全部都在做 病理研究病毒本身好多好多的不同病毒 他欠缺整合性 下一頁 所以這是我看到的問題 也是我對科技部的期許 科技防疫要從科技部長 參與我們的防疫會議開始 要從我們的科技部長勇敢的串連所有的科研能量 主動的提出技術的新興運用 在整個這一次的防疫作為上 所以我看的科技防疫有兩個短期化言為用的部分要真的是及時的食物的可用的 以及長城的是為我們未來 新文化部可是科技部的呈良機沒有在裡頭 防疫作戰科技部可以做更多 你應當是insider and supporter 你最後用一點時間解釋 你為什麼沒有去爭取加入 你聽了私謠說了這麼多 你是不是錯失了很多的良機呢 當然我要肯定我們還是有很多科技的防疫作戰 做得不錯 可是我認為還是不夠 來 請說明 好 非常謝謝委員剛剛的指教 那當然這個也是科技部跟其他部會比較不同 科技部一向強調說 我們是作為其他部會的先導的協助 那因為像科技部管轄的區域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大學 那其實有教育部管 我們也不能業界說我們來訂一個 那還是以再為 現在的良機變得好保守 你業界的事可多了 我們這次都要做還是在這個階段 扮演好一個專家的角色 所以其實在這個背後 我們所能夠做的事情非常多 就是你對敵人不了解 你怎麼去打仗 那你進入這個會議做更多更好啊 那會議的部分跟 我跟委員說明 就是跟栽訪應變的時候一樣 你栽訪應變也不會看到陳部長坐在那個台上 可是背後的科技的所有的協助 是我們在幫忙做 所以重點是把這個事情做好 那還是讓那個指揮系統是單一制 所以我們的專家小組是一天到晚在身邊 但是那個不見的我要去 因為我不是那個專業 這一次我真的不順良機 因為我還是認為科技防疫我們錯失了很多良機 你好好回去思考我說的 我們需要作為即時性的化言為用的科技支援 而你在這個會議裡頭 你就是最強的一個consultant 最強的一個能量學員能量的整合者 可是可惜了 我們錯失了兩機 好不好 那剛剛有幾位委員要求你 針對這一次防疫預算 我拿到了一個三頁的報告 非常少 如果你真的檢討 就應該告訴我 你們應該做得更多 好不好 還是提出一個 一個月內的完成 好 提供給我們好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委員 休息五分鐘 謝謝